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我们型号为TWL-JY的自清机 收到机器之后会有以下的配件 主机一台 单吸管两条 双吸管一条 排水球罚一个 排水管一条 电源线一条 说明书一本 接下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机器如何使用 首先我们插上电源线 机器的电源插头是在机器的背面 插上 启动开关 开关 开关是开 凝置这边是关 现在我们打开 按下落电保护开关的按 这时候我们可以听到机器有语音播报 欢迎使用智能清养护卫器机 机器没有加水之前 机器是没办法启动的 这时候面板会显示一式的代码 一式的代码就是显示缺水 好,现在我们往水箱里面加入我们的遗老纯性水 逆时针方向090度 然后往上提就可以打开 如果说是轻氧机的话 水箱盖的话会相对比较紧一点 需要用点力气才能把它领开 然后顺时针对准这两个圆点的话 就是已经关好的 顺时针是关 逆时针的话是打开90度 往上提 现在我们往机器加入遗保沉浸水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机器强制的话是使用遗保沉浸水 不能加其他的水源 大家可以购买1.55升或者2升砖的遗保沉浸水 然后直接往水箱里面加就可以了 加满就可以 水箱最高水位的话是不要超过2.4升 关上水箱盖 然后按我们的机器的电源开关 这边的话有几个按键 这个是电源的开关按键 这边是同锁 这边是定时的加减的加的这个按键 这个是减的按键 这个是语音播报 现在我们是启动机器 按定时加的按键 每按一下的话是增加30分钟 一般我们就根据自己的使用时间来设置 那好我们现在把它 设置两个小时 然后可以长按同锁键 这个时候屏幕就锁住了 你按任何的按键 它就是没有反应的 那如果说要解锁的话 那你就再长按同锁按键 如果网上使用 觉得不需要语音播报 那也可以把语音功能关掉 同样也是长按语音按键 如果需要再打开 那就再长按 这时候机器就已经在工作了 那我们我们要 机器是不是在正常工作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机器前面的这个工作窗 氛围窗 是不是正常的在冒泡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氛围窗是已经在冒泡 就证明有氢气在产生 面板的话也是正常工作 机器正常启动之后 我们就可以使用机器了 首先我们把鼻吸管插在 面板上里面两个插头上面 另外一头的话 这个就可以把它挂到 我们的耳朵上面 然后这一头的话 就是套在我们的鼻子上面 就可以进行吸清了 我们也可以把这两个头 放到水杯里面 看一下是不是机器正常工作 大家现在可以看得到 两个雛巾口的话 都是在正常放泡 就证明机器是都在正常工作的 为了延长机器的使用 我们建议是七到十天 更换一次水箱里面的水 接下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如何进行换水 首先我们把机器配有的排水管 跟排水球罚装上 90度的话是关闭 180度的话是打开 现在我们把它打到90度 这头就把它接到机器的排水口 把排水管接到排水口之前 我们要先把排水口的堵头卸掉 大家这里一定要记得 这个堵头是不能硬拔的 拔就拔不下来的 那如果进行拆卸呢 首先要口的爪子往里面推 推完之后再拔 这样就可以进行拆卸了 然后把排水口这一口接上去 然后把排污球罚 放到我们的用来接水的水盆 或者是说水壶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进行放水了 排水的时候大家记得 要把水管的话要放低一点点 这样就可以进行放水了 排水结束之后 大家还是一样可以把这个排水管 接在这个排水口上面 只需要把排水管上面的 这个排水球罚关注就可以了 就达到90度 下一次要排水的时候 就把排水球罚达到180度就可以了 然后进行排水 就不用每一次去拔这个排水口的堵头 以上就是机器的使用操作说明 谢谢大家